現在民眾到超市賣場等 通路購買席選雞蛋 都會發現蛋上面多了兩行 數字和英文字母 原來農委會規定 從明年起將會正式實施 雞蛋噴印溯源標示政策 這兩行編碼的意義 包含了產地負責人名字 電話和包裝日期 讓購買的民眾上網一查 就能知道自己吃的蛋從哪裡來 可以有明確的標示說 那日期產地可以放心 雞蛋上兩行數字還有英文字母 到底是什麼意思 第一行其實是溯源編碼 提供消費者上網查尋用 第二行編碼 前面數字是包裝日期 最口的英文字母代表生產方式 O是有機生產 F是放牧生產 B是瓶刺生產 E是豐富化龍刺生產 而C就是一般龍刺生產 以畫面中這顆蛋來說 就表示它是2021年12月16號 包裝的一般龍刺生產雞蛋 但其實雞蛋溯源標示 過去在蛋殼上 早就有印QR Code 一樣可以查詢得到 現在蛋農要多花錢 買噴印機器 成本增加恐怕未來 蛋價會調漲 雞蛋噴印素原 目前針對量販賣場通路 做第一波測試 未來是否會連菜市場的散裝蛋 都要跟進達到全面雞蛋噴印 還是未知數 TVS新聞陳之中彰化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